理论上来说,没有加入功德网络和黑龙世界的龙络,就无法添加他为好友。 那两位白贤妹能加他为好友吗?宋书航很好奇。 一两位白贤妹近乎心想事成的气韵,扫描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白贤妹低头打量着这个二维码金丹构图,一脸想要将宋书航小金丹挖出来研究的表情。 要怎么交好友? 白贤妹,你们用精神力扫描二维码构图,然后就会弹出提示。 目前,我试了几个不同的人和物,会有不同的提示。 有能添加我为好友的,也有加盟友关系的,还有提示需要升级,目前无法加好友的。 宋书航立刻详细解释。 嗯,我试试。 白贤妹将精神力覆盖到宋书航投影出来的二维码金丹构图上。 片刻后,弹出提示了吗? 宋书航好奇问道。 等一下,反应似乎很慢,感觉就像是信号不好一样。 会不会是因为你现在是元神的原因,信号有延迟呢? 白贤妹猜测着原因,宋书航质疑了。 这,这玩意儿还得网络延迟呢? 那让我试试。 白贤妹兔也来了兴趣,同样将精神力往宋书航的二维码构图上扫过。 在白贤妹兔精神力扫过的瞬间,两位白贤妹眼前同时弹出一个提示,伴随着一声清脆的D的声音。 提示的内容浮现,无法添加宋书航为好友,请让他切换线路。 白贤妹马上将提示内容转述给宋书航。 书航,你切换线路试试。 宋书航一脸懵逼。 线路又是什么东西啊?我要怎么操作?我根本没这个功能啊。 我这边同样提示让书航切换线路,另外还有个负担。 是否强制将宋书航的线路切换? 他还用说吗?当然是切了。 白贤妹兔笑出声来,宋书航文言急忙制止。 白贤妹兔突然强制切换线路的话,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要不要商量一下? 啊,寡人真是太极致了,临时在突后面接个冉子,改成突然,啊,中文果然是博大精神的,寡人今天又成功避过一切。 另外,他最近对二维码金单构图突然弹出的一些提示很敏感,总担心其中会有坑,就像上几次被强制拉入吃瓜圣君天节一样。 所以,万一强制切换线路又出问题怎么办呢? 还是需要再研究一下,深入思考再做决定比较好。 迟了,已经强行切换线路了,白贤妹兔微微一笑。 另外,我已经提示过你很多次了,我有读心术。 宋书航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 白贤妹,咱们之间就不能多点信任吗? 读心术让我们根本无法好好的正常交流,人和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呢! 是你自己提到我的名字,激活了我的读心术。 怪我咯,白贤妹兔微微一笑,笑得特别冷。 她也没有成天开着读心术的习惯,但身为九优主宰,有时候别人在心中呼唤着她,或是呼唤着和她相关的称号时,就会激活她的一些主宰权柄能力。 读心术就是其中之一。 宋书航突然感觉,这或许就是很多大佬成为寡人的原因,因为大佬太屌,被动神迹太多。 其中有很多神迹自带有镜功效,导致大佬们的朋友比较少。 正思索间,她意识中传来一声嘀的叫声。 紧接着,一道信息在她意识中响起。 临时切换线路,切换到特殊线路。 是,是。 宋书航眨了眨眼睛。 不,这是耍流氓吗? 根本就没有否的选项,还让我选什么吗? 会出现两个式的选项,应该是白前辈兔的权限太高的原因。 线路切换是强制性的,根本就没有否的权利。 我的线路被切换到了特殊线路中,两位白前辈再试试。 宋书航飞快地完成了选择操作。 第一,这是白前辈的耳边再次响起一个响声。 是否添加书航小友为智友,是否? 诶,提示出来了。 提示,我是否要加你为智友。 白前辈说吧,伸手点在了是的选项上。 宋书航也觉得奇怪,除了好友盟友外,又出现了第三种关系,智友。 听起来似乎比好友要更近一步,还是仅仅是称呼习惯的不同呢? 正说话间,白前辈已经和他确定了智友的关系, 两人同时抬起头来望向彼此。 没感觉出什么变化呀? 白前辈细细感应了一下。 宋书航望着白前辈,同样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变化。 没有之前加好友后,双方间关系变得更亲切的感觉。 这莫非就是智友和好友盟友之间的区别? 我也没感觉有多大变化,或许是因为我和白前辈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极好, 所以加了智友的关系后,对好感度的加成也几乎感觉不出来。 宋书航猜测,又或者是他对白前辈的好感其实已经满值了, 再怎么增强也不会有变化。 正思索间,宋书航突然感觉自己眼前一亮, 然后眼前突然多了许多奇怪痕迹。 这些痕迹逐渐清晰起来,最终在他和白前辈间形成一条金灿灿的线将两者连接在一起。 同时,在他身上还有很多其他颜色的线延伸出去, 有蓝色的线,白色的线,黑色的线,金色的线, 还有三条七彩颜色的线,大部分都扎入虚空,看不到尽头。 这是因果线,宋书航在很久之前接触过一次这种线, 蓝色的线数量不变,围之着百条左右的数量。 上回宋书航猜测,这蓝色的线是他的家人或亲戚,数量大概上吻合。 可以确定蓝色的是家人不会错,宋书航第一难, 白色的线数量最多,上回是上千条的数量, 而这次却暴增到数之不尽的数量。 宋书航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触手怪, 无数的白色线条铺满视野,根本无法统计他们的数量。 短短几个月时间,白色的线数量却暴增成这样, 那只有一个可能,宋书航想到了自己的人前显胜, 这肯定是怀孕凝视的过。 白色的线应该是多少和他有过接触, 但没什么感情的路人缘因果, 还有其他的那些线都代表着什么。 白色的是路人因果线, 宋书航伸手拨开大量白线, 又望向比较特殊的血红色线。 血红色的线数量也比上次增加了不少, 宋书航还记得最初血红色的线只有六道, 而现在从他身上延伸开来的血红色的线暴增为数百道之多。 和其他因果线不同, 血红色的因果线是断的, 线端的另一头随风飘扬, 没有了终端。 宋书航暗暗估算猜测着, 因为因果线另一端的存在, 已经安详地走掉了, 所以这些线是断得随风飘扬。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么多数量的血红色线中, 天人和海胆战士贡献了大半江山, 真正安详走掉的敌人其实也就那么几个。 如果说血红色的断线是死掉的敌人, 那黑色的就是还活着的敌人了。 宋书航还记得, 上回他身上的黑线仅有五道, 那时候他几乎没啥敌人, 当时接手的只有公子海三人组, 加几位33兽杀手组的成员。 而现在, 他身上的黑线数量也翻了几倍, 其中有几道还特别粗。 别人的是线, 可这几道都粗成绳索了。 宋书航用脚趾都能猜出, 这几条黑线代表的是谁。 这几道特别粗的黑色因果线中, 肯定有九幽胖球大佬, 长眼睛星球的份, 或许还有天地, 双手长眼睛的长生者大佬。 那位一直寻找宋书航麻烦, 将他当成赤霄子道长传人的石巨人长生者, 或许也是其中一位。 其中, 还有两条黑色的细线, 拐了个弯, 扎在宋书航自己的身侧。 这两条, 应该是那两位被关在宋书航核心世界的六品天人, 加送给小十六的礼包三件套之一的安芝魔君。 由于这两位还活着, 所以还是黑色的线。 那接下来的金色因果线, 就是类似我和白前辈之间的关系了。 宋书航抬头望向白前辈。 就在宋书航观察因果线的时间里, 他和白前辈之间的金色因果线产生了变化, 它们没有变成绳索般的粗线, 让宋书航稍稍有点失望。 不过, 金色因果线的颜色在不断地加深, 从一开始的金色加深到了暗金的颜色, 眨眼间又从暗金色转化为琉璃金的颜色。 这颜色的变化过程有点熟悉啊。 诶, 这不是金丹的进化流程吗? 从淡金色的石金丹进化为暗金色的紫金丹, 再从暗金色紫金丹变为琉璃色的琉璃金丹啊。 宋书航忍不住吐槽, 也就是说, 它和白前辈先的关系是琉璃金因果线的关系。 不过, 这和金丹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至少琉璃金丹能进化为灵狐, 这琉璃金颜色的鹰骨线, 有本事你也给我变化一个啊。 宋书航嘿嘿笑了起来, 白前辈默不作声地打量着宋书航, 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的意味。 宋书航一直在那里不断自言自语着, 仿佛一个人在演独角戏。 看他演得那么投入, 白前辈都不好意思打断他。 萤果线, 白前辈, 宋书航嘿嘿一笑, 我看到了萤果线, 我和白前辈之间的萤果线, 是金色中的琉璃金。 嗯, 从你的自言自语内容中, 我也能猜出个大概, 白前辈浅浅微笑, 我和你之间的, 是琉璃金颜色的因果线。 嗯, 是的, 宋书航点头。 那你和我之间的呢? 白前辈兔说吧, 也在自己眼前的那个提示框上, 按下了是的选项。 白前辈兔提示框的内容, 和现实白前辈之间有点区别。 是否添加书航小友为宠物, 华调, 为挚友, 是或否。 也就是因为这个提示框里的内容有点别扭, 白前辈兔才纠结了半天, 也没有按下去。 宠物不是很好吗? 凭什么要慌掉? 有那么一瞬间, 白前辈兔有种想按否再来一遍的冲动, 但思索良久后, 他还是决定按下了是的选项。 智友就智友吧, 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 白前辈兔的也是金色的因果线, 同样颜色也在加深中, 正从淡金色加深为暗金色, 然后又变成了琉璃金的颜色。 宋说行回复, 看样子, 琉璃金颜色就是极限了, 白前辈兔捏着下巴思索起来, 不能再进化了。 应该不行了吧, 除非…… 没有除非。 宋说行及时掐灭了自己脑海中 一闪而过的作死念头, 心直口快是病啊, 但只要他打起百分之一千的精神, 有时候还是能及时地掐断作死的根源。 白前辈兔拄着流星剑, 坐在古幽世界的一块礁石上, 下巴抵在剑柄上, 似乎正沉思着。 我也感觉金色的因果线, 应该可以再变化一次。 就像舒航刚才说的, 金丹能变为灵狐一样, 琉璃金颜色的因果线, 或许还能更进一步, 有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白前辈淡淡开口, 研究价值不到, 在修饰漫长的人生中, 能看到因果线的几率很小, 有人一生也见不到一次因果线, 舒航这次接触到因果线后, 下回就不知道要何年何月了, 白前辈兔摇头, 所以就算因果线进化了, 但看不到因果线的话, 就没有任何意义。 也对, 可惜了, 我对于因果线能不能进化这件事, 还是蛮有兴趣的。 白前辈语带遗憾, 白前辈话音刚落, 宋舒航突然看到, 自己和白前辈之间的因果线, 开始变化起来。 琉璃金颜色的因果线, 一端连着宋舒航, 另一端刺穿了宋舒航的原神, 刺入到虚空中, 然后, 一直出现在宋舒航本体的小丹田内。 琉璃金颜果线和宋舒航的第一颗小金丹, 轻轻接触, 这颗小金丹和白前辈之间有因果。 宋舒航的本命功法, 三十三寿先天仪气功是白前辈一手修改后的版本, 这颗小金丹就是宋舒航晋升五品时凝结而成的。 另外, 这颗小金丹的名字是霸刀, 这是白前辈为宋舒航取的道号。 所以, 小金丹在接触到琉璃金颜果线后, 马上产生了共鸣。 第1603集 这真的要变化了? 宋舒航惊讶出声, 白前辈顿时来了精神。 因果线进化了? 白前辈的因果线和我的第一小金丹缠绕在一起了, 但目前看来还没有发生变化。 宋舒航将自己所见的情况转述出来。 第一小金丹和白前辈有因果, 不过, 小金丹和白前辈兔之间也有大量的因果。 当初炼制33兽组合法器时, 白前辈兔就帮了很多忙。 而且, 宋舒航四进五十就是在九幽摩羯世界里渡的天节, 所以白前辈兔的因果线会不会也产生异变呢? 宋舒航念头刚起, 果然, 白前辈兔的那条因果线也一下子穿过了宋舒航的原神, 直接扎入到虚空中, 延伸到宋舒航本体的小丹田内。 但是, 属于白前辈兔的因果线并没有缠上第一小金丹, 而是直接缠到宋舒航的第二七彩腰丹上。 虽然白前辈兔和第一小金丹因果不浅, 但它和第二小金丹间的因果同样很深。 第二小金丹上的金丹构图, 能为世界带来中焉的圣剑, 就是以中焉圣剑为原型的。 而这柄剑现在名义上的主人就是白前辈兔。 另外, 这金丹构图是站在九幽测的角度来刻画的, 更符合白前辈兔的身份。 另外, 第二小金丹七彩腰丹继承的是霸宋的称号, 这个称号也是白前辈兔认同的宋舒航称呼。 苍鼠邪魔和小太阳你忙吧T233号都称宋舒航为霸宋号来着。 变成什么样了? 白前辈兔好奇不已, 宋舒航摇头, 暂时还没看出具体的变化, 会不会是需要我的琉璃金丹演化为灵狐后, 因果线才会产生变化呢? 这就没意思了, 等你晋升六品就无法看到因果线了, 即使发生了变化了, 我们也不知道。 白前辈兔决失望, 宋舒航抓了抓头, 或许到时候我又能看到因果线了也不一定, 毕竟我上回看到因果线是七月份中旬的时候, 距离现在也就三个月的时间。 白前辈兔暗暗吐槽, 宋舒航是你家大脑, 想吃就吃, 你隔几个月就见他一次, 宋舒航很没面子的好不好? 哦,又开始变化了。 宋舒航突然出声, 不过变的不是因果线, 而是他的第二小金丹。 第二小金丹七彩腰单上, 金丹构图那位世界带来中焉的圣剑, 只差最后一笔, 缺少的是一个最终boss。 宋舒航本来是想向白前辈兔求惊艳, 看看能不能得到补权最后一笔的灵感。 但白前辈兔表示无能为力, 因为他的角度和宋舒航金丹构图上的主角的角度完全不同。 现在, 当白前辈兔的因果线缠绕上七彩腰单的时候, 腰单上的金丹构图就被激活了。 金丹构图开始活跃起来, 无数的灵感如同爆炸一样在宋舒航心中爆发。 由于瞬间涌上的灵感太多, 宋舒航都有种来不及整理这些灵感的错觉。 他真正体验到什么叫灵感来了, 挡都挡不住。 没有灵感的时候, 你想挤一点内容出来, 炸都炸不出。 而灵感来了的时候, 你心中那种想挥比华江山的渴望和冲动压都压不住。 变成什么样了? 两位白前辈都非常好奇。 我的第二小金丹的金丹构图开始变化了, 画龙点金就在这一刻。 宋舒航愉快起来。 此时, 在两位白前辈的心中, 同时涌上了一种想将宋舒航揉成球的冲动。 我现在就想画龙点金, 白前辈, 我可以马上点金吗? 宋舒航问道, 虽然是原神状态, 但两位白前辈的因果线将他和本体的小丹填连在一起。 宋舒航感觉只要一个念头, 画龙点金马上就可以进行。 好吧, 我为你互访, 白前辈点头, 或许点金完成后, 因果线就会开始变异呢? 宋舒航一时飞快沉入到七彩腰丹之上, 进入到金丹构图空间。 那位世界带来中烟的圣剑图案正不断闪烁着, 仿佛在催促着宋舒航点上最后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 这张金丹构图是宋舒航的七张小金丹构图中最正常的一张。 不是正反图, 不是动态图, 不是德罗斯特效应图, 不是四格漫画, 不是二维码, 不是网点线图。 它是一张很正常, 很王道的修饰金丹构图。 在一群不普通的画中, 你能保持着普通, 太难得了。 宋舒航轻叹, 他伸手用力一点, 点在最终boss的位置。 这个最终boss要深具敌人的概念, 同时他的身份又要是现实策的成员, 而且在诸天万界要极具影响力。 这样的敌人角色不太好配。 长眼睛的星球大佬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但他已经出现在宋舒航第一金丹构图的正图上, 胖球大佬又是九优策的, 不符合这个角色, 所以到底要点出什么样的boss来呢? 宋舒航一直点下, 但这一笔比较长, 连续地画了一个模糊的人形框架, 类似火柴人的结构。 虽然画得粗糙, 但没关系, 金丹构图会自动补完这最后一笔。 和之前的最后一笔一样, 像墨汁滴入水中, 扩散成美丽的墨花。 火柴人的结构同样扩散开来, 最终它形成了白前辈的雏形。 宋舒航目瞪口呆, 这张金丹构图的最终boss, 要变化成白前辈兔, 会死人的。 白前辈兔万一要是描到了我的金丹构图, 我就得改名叫宋, 死透了书航。 我要不要考虑一下, 将这个金丹给自爆了? 仿佛是感应到了宋舒航剧烈波动的心情, 那个人形boss开始变化起来, 最终它变成了胖球大佬的人类形态模样。 宋舒航咬牙望天, 果然, 什么金丹构图落笔无悔, 都是骗人的对不对? 花龙点睛完成, 七彩妖丹进化为琉璃妖丹。 随后, 整张金丹构图从圆球上面平铺开来, 就像是一个球被压扁了似的。 宋舒航突然发现, 被压扁后, 圆球上的金丹构图发生了变化, 一面变成了和白鲜妹很相似的头像。 那位世界带来中年的圣剑构图上, 无数的人物、武器、法术的图案被铺开后, 就像小图拼大图一样拼出了一个头像, 另一面则变成了白鲜妹兔的头像。 所以, 七彩妖丹, 其实, 是拼图? 正常的王道金丹构图, 普通的画风? 哈哈, 根本就不。 第1604集 正思索间, 琉璃七彩妖丹又像冲气一样, 仗了回去。 恢复为圆滚滚的腰单状态时, 金丹构图上的图案看上去就是普通的那位世界带来中烟的圣剑, 而被怼的世界boss也变成了人形的液态金属球大佬。 没毛病啊? 宋如航松了口气, 一时从金丹构图的空间中退了出来。 一时回归后, 他第一时间低头望向自己胸口的两条琉璃色因果线, 颜色依旧, 粗细依旧, 没有变化。 点睛成功了, 白血妹下巴抵在剑柄上, 似乎仍在思索着什么。 宋如航点了点头, 嗯, 一气呵成。 那因果线净化了吗? 白血妹兔直接问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宋如航摇了摇头, 白血妹兔挥了挥手。 口了半天你就点了个精, 那留你何用? 飞走飞走! 点睛可是人生大事, 点睛! 宋如航的元神被一次性飞剑托起, 瞬间冲入到虚空中, 消失不见。 在宋如航身形消失的瞬间, 古幽世界中有一波邪能猛的钻起, 打开空间之门, 试图截下宋如航的身影, 是古幽的混沌意志集合体。 但是宋如航走的不是正规的空间通道, 而是属于灾难去规门那特殊的 超时空漫步空间力量。 古幽的混沌意志没能截住宋如航, 又回归于混沌的古幽邪能之中, 消失不见。 这家伙还没有放弃宋如航, 白血被吐低语, 白血被微微一笑。 我们先在余下的古幽节点插完柱子, 然后想办法找他聊聊吧, 只要是误会, 就总会有办法解开的。 嗯, 有道理, 白血被吐轻轻握了握拳头, 解开误会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这时候, 白血被吐又想到了一点。 另外, 之前那个使用魔神柱, 试图夺取古幽主宰权限的身影, 是节点柱子中, 那位魔修长生者吧。 白血被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位曾经争夺天道失败后, 还活了下来, 没有被天道报复, 反而顿入到了古幽世界的家伙。 两位白血被在古幽世界的节点插柱时, 曾经在一些节点上见过类似的魔神柱。 古幽的事情和我们无关, 正常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插手的必要。 白血被吐到, 白血被点头。 嗯, 如果他们不将我们卷入的话, 我也没有插手的意思。 我对古幽的兴趣仅在这些节点。 嗯, 赞同, 白血被吐语带轻松。 说吧, 两位白血被同时微微一笑, 哇, 美如画呀。 宋书航的元神被送回到赤龙洞中, 白血被以自己的分身为坐标, 误差仅在几厘米。 宋书航元神一现身, 就看到白血被分身正抬头望天, 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他依旧盖着被单浮在空中, 他头枕着巨大的黑帘, 正是非常适合入睡的姿势。 但是, 在他下方的右侧角落, 造化仙子正鬼鬼祟祟的, 目光不时地描向黑帘。 黑帘上已经有好几个整齐的缺口, 从这些缺口的形状可以看出, 造化仙子有一口好牙, 牙印平整, 排列整齐。 不用别人解释, 宋书航看到这场景时, 就能脑补出造化仙子如猎豹潜伏在暗处, 每当白血被分身入眠的时候, 就上去啃一口黑帘, 然后又迅速被白血被分身拍飞的画面。 目前看来, 白血被分身没有将造化仙子一口气彻底镇压, 应该是他单纯地, 呃, 懒得封印镇压? 另一方面, 造化仙子没有放弃啃黑帘的意图, 从其上已有的牙印来看, 他成功了数次。 因为他的虎视眈眈, 白血被分身被盯得浑身难受, 无法入眠。 现在飘在空中的白血被分身正在纠结着两件事。 到底是要从温暖的被单里爬出来, 将造化仙子死死镇压呢? 还是要继续待在被窝里, 然后任由造化仙子将黑帘啃掉呢? 起床镇压太累, 但不将造化仙子镇压的话, 他的黑帘肯定保不住。 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可以一键双雕, 将两个问题都解决呢? 啊, 不行不行, 光是思考都感觉累了。 就在这时, 宋书航出现了, 白血被分身的目光中, 涌现出欣喜之色。 咳咳咳咳, 宋书航望向下方, 造化仙子, 你放过白血被的黑帘吧, 如果你要的话, 我会不会你制作白帘, 或者制作更多的黑帘也行啊。 造化仙子文言, 伸手比划了一个大圈。 一样的天, 一样的脸, 一样的我, 就在你的面前。 明白明白, 一样大, 保证一样大。 宋书航立即回复, 造化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宋书航开始为造化仙子制作莲花, 同时他看到造化仙子和他之间 同样有因果之线连接着, 那同样是金色的因果之线, 不过只是淡金之色。 我还能看到因果线? 宋书航又转头往赤肖剑前辈身上望去, 赤肖剑前辈和他之间 果然也有因果线, 而且是暗金之色。 赤肖剑前辈和我之间的感情, 比起造化仙子要好处这么多。 宋书航略一思索后, 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赤肖剑被宋书航盯得发毛。 干嘛这么盯着我? 宋书航哈哈一笑, 原神回归肉身, 手一划给赤肖剑前辈 来了两发仰刀术。 啊,舒服, 力道适中, 你又点亮了一颗金丹。 赤肖剑前辈顿绝满足, 宋书航用力点头。 啊,是的前辈, 第二金丹也点亮了。 果然, 随着两发仰刀术下去, 赤肖剑前辈和他之间的因果线 暗金颜色又加深了一点。 金色的因果之线 果然是道友之间的因果。 那么, 三条特殊的七彩因果之线 又是什么呢? 宋书航开始细细琢磨着 这三条七彩之线。 第一条七彩线的末尾 还连接着一段粉红的因果线。 这条线宋书航有印象, 这应该是他和葱娘之间的因果线。 第二条的话, 宋书航试图沿着这条因果线 顺藤摸光。 最终, 一条由小岛大小的巨鲸 出现在宋书航的眼中。 吃瓜胜绝? 这个答案完全出乎宋书航的意料。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七彩之线连接的会是吃瓜前辈。 那么, 吃瓜前辈和葱娘之间 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第1605集 宋书航想了半天, 如果说这两者间 真的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 那就是这两者他都吃过, 宋吃货书航。 葱娘的葱尖尖都不知道 被掐多少次了, 仅是立葱出窍收集的葱苗 都有一小堆, 吃瓜圣君就更不用说了, 整个身体都贡献出来了。 如果这就是七彩因果线的机缘, 那第三根七彩因果线是谁呢? 宋书航记得自己 就吃过葱娘的葱尖尖 和京盛身躯, 仓鼠邪魔倒是被他生吞过, 但是他又没有将仓鼠号给消化掉, 这不一样。 除此之外, 还有谁被他吃过又没有挂掉呢? 因为对方若是挂了的话, 因果线就会断掉。 宋书航顾忌重施, 尝试着顺着这条七彩因果线顺藤摸光。 片刻后, 宋书航接触到了因果线的源头, 就在他接触到源头的刹那, 宋书航瞪大眼睛, 飞快地将这条连接给断去了。 因为, 对面是胖球大佬。 宋书航顺着第三根因果线一路摸索过去时, 竟然看到了处于九优世界的液态金属球。 画面中, 胖球大佬正在九优挖坑, 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在宋书航感应到胖球大佬的同时, 胖球大佬也感应到了宋书航。 像他这般强大的存在, 哪怕在九优念一声他的称号或者外号都会被他感应到, 更何况宋书航这种直接顺着因果线找上门的举动呢? 于是, 胖球大佬直接远程锁定宋书航的坐标, 隔空运弓, 准备将这个不知死活的货给一口气怼死。 但就在他锁定了宋书航的坐标之时, 坐标却自动跳动起来。 正当叶太清鼠球大佬准备对宋书航展开远程攻击的瞬间, 突然发现这一家伙的坐标竟然在八进九的天结世界中。 胖球大佬急忙停下了动作。 横迹, 差一点了就直接怼进天结世界去了, 这是个陷阱。 这个卑鄙无耻的陷阱, 是想将他的力量引入到天结世界, 引天结之力坑他, 用心是极其险恶, 会干出这种卑鄙事情的人, 天底下只有一个。 白衣, 你这个应该被盛光活埋的混蛋, 竟然设下这么卑鄙的陷阱。 叶太金属球怒吼起来, 随着他的愤怒, 整个九幽世界都沸腾起来, 邪能翻滚, 一些第一级的九幽生物瑟瑟发抖。 九幽邪能如火山般爆发, 一波连着一波, 整个九幽世界都回荡着他的怒吼声。 白衣被吐在九幽的本体, 一脸莫名其妙, 他伸手抓了抓脑袋。 我又干了啥了? 我什么时候给胖球下陷阱了? 还是被称为卑鄙无耻级别的陷阱。 最近我超忙的, 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这么精妙的陷阱了。 我一定要嫩死你, 你给我等着。 液态金属球大吼, 白衣被吐一听到这话, 马上就来劲了。 来呀, 来嫩死我呀, 就是我下的陷阱, 不服来干呐。 对胖球他最开心了, 只要是能陷害到胖球的陷阱, 哪怕不是他设下的, 他也乐意背锅。 这锅他自愿去背, 他就喜欢看胖球气得蹦跳, 又奈何不了他的模样。 等我的大计划完成, 一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液态金属球越想越气闷。 我等你的计划一百一十一号啊, 不要对我客气, 用出你所有的本事来, 不拿出你百分之一百的本事, 你就是孙子。 白球被吐本体很是开心, 胖球的大计划都不知道是第几个了, 从胖球上任后到现在, 无时无刻都在谋划着将他干掉, 或是将他封印。 但到目前为止, 胖球无数精妙的计划全部中途告败, 反而是白纤维兔反击胖球还成功了好多次。 吃最好的美食, 睡最美的觉, 怼最蹦的胖球, 白纤维兔感觉生活美滋滋的。 赤龙洞中, 宋书航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本以为胖球大佬的反击马上就要来了, 但是没有想到胖球大佬并没有动作。 胖球大佬不屑于怼我吗? 又或者他现在太忙了, 没功夫理会我? 在九油挖坑这种事真的很重要吗? 比怼我还重要? 不过, 我的第三根棋曾因果线, 为什么会是胖球大佬呢? 宋书航开始怀疑, 自己刚才是猜错了。 他又没有吃过胖球大佬, 就算他想吃也没足够强大的未来消化呀。 或许七彩的因果线, 并不是因为他吃了葱娘和吃瓜圣君的原因。 书航,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一惊一乍的, 为什么我总感觉你在干什么很危险的事呢? 赤肖剑前辈忍不住出声了。 啊, 刚才, 说不定我差点就死了。 宋书航心有余悸, 不过问题不大, 我现在只是分身。 分身死了还能重新凝聚, 就是将分身重新从八进九天节空间中拉出来的过程比较麻烦。 我在看阴谷线, 宋书航继续解释, 我今天又机缘巧合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阴谷线, 然后刚才顺着阴谷线顺他摸瓜时, 摸到了九优胖球大佬身上去了, 差点就被远程打击, 心跳都吓得加速了。 赤肖剑暗暗吐槽, 都隔着这么远了, 你还要去怼一波九优竹子, 不怼不舒服司机吗? 宋, 啊死啦死啦的。 造化仙子抬头, 嘴里还咬着莲花就唱了起来。 仙子你别诅咒我, 宋书航终于吻下心神。 接下来, 我要好好闭关, 稳定静静, 明天或后天, 我去找赤童。 金丹构图上, 圣人的眼睛也适时有点亮了。 宋书航有种直觉, 圣人的眼睛应该是他金丹构图的最后一个难关, 因为那张碧水阁金丹构图的最后一笔, 他感觉只要自己沉下心来, 就可以随时点上。 神奇的迷之自信呢。 如此的话, 只等圣人之眼点睛完成, 七颗小金丹的金丹构图 就能全部完成了。 接着就是最后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本命金丹的金丹构图。 关于本命金丹的构图, 宋书航脑海中有很多种想法和构思, 甚至那张远古天庭构图他都没有使用, 只要他愿意, 随时可以将天庭构图搬过来, 结合九州一号群, 创作出独属于他的天庭构图。 但是, 宋书航突然不想出手去画金丹构图了。 躺下, 等金丹构图自动完成吧。 金丹构图画了一张又一张, 甚累啊。 所以, 本命金丹上的构图 能不能按着他的心意自动变出来呢? 第1606集 这个彻底废掉了的想法浮现在自己脑海的时候, 宋书航自己竟然感觉很妙。 可惜了, 我必须要在三十天时间内今生六品, 否则的话, 躺着让他自己变出金丹构图来, 想想也挺好的。 宋书航心中遗憾。 早就没三十天了, 你闭关都已经闭了好几天了。 赤肖剑前辈好心提醒。 所以, 真是可惜了。 宋书航说吧, 又手滑给赤肖剑前辈来了一发仰刀术。 明天, 有点麻烦赤肖剑前辈陪我一起去看看赤童那小家伙了。 眼见宋书航如此上道, 赤肖剑满足极了。 嗯, 没问题。 他和宋书航间的因果线颜色 变得更深了些。 再这样下去的话, 只要给宋书航足够的时间, 说不定能将赤肖剑前辈和他之间的关系 刷成琉璃金颜色的因果线呢。 妙啊, 不过, 妙归妙。 这样的念头想想也就算了, 毕竟赤肖剑前辈的第一任主人赤肖子道长还活着呢。 呸, 被阿锦分成仙子带歪了。 不, 不是第一任主人, 是现任主人赤肖子道长。 宋书航回到自己闭关的位置, 盘腿坐下。 造化仙子抱着一大堆莲花, 乖巧地回到宋书航身后。 只要莲花补给充足, 他很乐意充当一枚人形悟道石, 为宋书航闭关提供帮助。 宋书航微微眯起眼睛, 伸手在虚空中浮动。 他眼中的因果线正在渐渐变淡, 开始消失。 最先消失的是白色的路人因果线, 然后才是其他颜色的因果。 宋书航的目光在众多的因果线中搜索起来。 除了白蓝金、黑、血红以及七彩色的因果线外, 理论上来说他应该还有其他一种颜色的因果线。 没错了, 就是那种粉红的因果线, 代表着超乎友情的感情那种。 宋书航感觉自己应该会有这样的因果线才对, 毕竟他是个很正常的男人。 虚空中, 那无数扰乱视线的白色因果线消失后, 只留下各种彩色之线。 宋书航找了半天, 却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粉红系因果线。 不, 不是吧? 宋书航有些紧张起来, 你的眼睛可能欺骗你, 让你看到幻觉。 你的耳朵也可能欺骗你, 让你产生误听。 但是, 因果线是不会骗人的, 它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直指本源。 一个正常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没有粉色系的因果线呢? 除非, 我不是正常男人。 我呸, 这怎么可能吗? 我看到漂亮的妹子时也会很欣赏, 脑子里的想法也和正常男人无异啊。 你又怎么了? 赤小剑前辈望着宋书航。 你不会又远程怼哪位爵士高手了吧? 别告诉我你怼大佬怼上瘾了呀。 赤小剑前辈, 你觉得我会不会有点不正常? 宋书航试探着询问, 赤小剑前辈盯着宋书航。 是的, 你非常的不正常。 说吧, 又怼了哪个大佬? 如果大佬只是发动远程攻击的话, 有白道有何我在, 或许能挡下来。 不不不, 这次没对, 但是, 我发现, 我没有粉红色系的因果线, 明明连葱娘都有粉色系因果的。 宋书航道, 赤小剑浮在半空中, 围着宋书航转几圈来。 你觉得, 粉红色因果线是什么呢? 赤小剑前辈反问, 宋书航眨了眨眼睛。 呃, 恋人? 不, 是双修道理。 关于这种颜色的因果线信息, 我正好以前从赤小子那里听说过。 赤小剑前辈静止下来, 不是名义上的, 是已经双修了的那种道理。 所以你有这样的道理吗? 这答案出乎了宋书航的预料, 他只能抓着头发干笑了几声。 不用回答了, 看到你一脸便秘的样子, 我就能知道答案。 赤小剑前辈笑出声来, 宋书航抬头望天。 不过, 书航也的确是到了想生孩子的年龄了, 白姐妹分身翻了个身, 懒懒开口。 在以前, 十八岁的男子都已经成家立业, 生了好几个孩子了吧? 书航准备生几个? 白姐妹时代不同了, 现在十八岁还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呢。 宋书航哭笑不得, 谈恋爱没问题, 但生孩子还太早了。 但是我们修士和普通人不同, 不过, 若是书航你未来有想要孩子的念头, 那你就得早做准备了。 赤小剑前辈提醒的, 准备什么? 宋书航疑惑地望着赤小剑。 赤小剑对他解释, 随着你修为境界越来越高, 未来想生出孩子的几率就会越来越低, 越是强大的存在就越难诞生后代, 而以你境界的提升速度, 不早点做准备的话, 说不定, 未来就没有小书航诞生的希望了。 这, 灵蝶前辈修为七品, 不照样生出羽柔子了吗? 焦霸前辈还在准备生一只男足呢? 宋书航反驳, 赤小剑前辈笑而不语, 心中吐槽。 你也不看看自己晋级的速度, 平均一个月晋升一级, 虽然这次五金六卡的时间有点长, 但总体上也不会拖多久, 再让你这么晋级下去, 半年后你就得去怼天道了, 你要晋升天道后, 就别想要小书航了。 天道不朽, 虽然理论上天道应该还能双修, 但想生出小天道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不说这个了, 别浪费时间了, 将我抓紧了, 进入闭关模式, 然后配合我, 我们进入人间合一的状态。 赤小剑前辈觉得不能再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怎么了? 宋书航还没有反应过来。 趁着你刚接触过因果线, 余温还在, 我们正好趁热打铁, 尝试着学习那招因果刀刀法。 说到刀法, 赤小剑前辈兴奋起来, 宋书航也来了兴趣。 因果刀的刀法, 赤小剑前辈转化出来了。 搞了个框架雏形出来, 你先试试。 至于一些细节方面, 后期我和白道友在一起探讨下。 赤小剑前辈语带得意, 宋书航点了点头, 将赤小剑前辈放到膝盖上, 顺手就是一发仰刀术建立联系。 很好, 就是这种感觉。 来吧, 我配合你, 人剑合一。 赤小剑前辈心情愉悦。 来吧, 人刀合一。 宋书航同时轻鹤出声, 赤小剑剑身轻颤, 发出一阵嗡鸣声。 刀你妹, 刀你妹呀, 老子是剑是剑。 话虽如此, 他和宋书航之间, 还是很顺利地进入到了 人剑合一模式中。 宋书航和赤小剑的意识 连接到一起, 形成了一个共享的意识空间。 赤小剑指导着宋书航。 很好, 抓住我, 然后顺从人刀, 我配, 顺从人剑合一的直觉, 感悟着因果刀刀法。 诶, 你背上这是什么东西啊? 赤小剑突然发现 宋书航的背上 还扛着半截长枪。 望天, 这不是那柄因果枪吗? 第1607集 赤小剑感觉自己不会认错, 这枪就是之前那 古幽混沌意志所化的女子 抓在手中 捅宋书航的长枪。 为什么这玩意儿 会在宋书航的手中呢? 赤小剑不禁好奇起来, 你什么时候又去怼 古幽混沌意志了? 你这是一秒不对绝世大佬 就浑身不舒服, 司机对不对啊? 这次真的不是我怼她 刚才我的元神不是去见了 白前辈和白前辈兔一面吗? 然后古幽混沌意志就跑过来怼我, 非要和我合体。 我不答应, 她就朝我炙头因果枪。 当时白前辈兔就在我身边, 出手替我弹落了因果枪, 这样一来, 这半截因果枪就落到了我的手中啊。 宋书航将这柄因果枪抓到手中, 轻轻摇了摇, 赤小剑沉默下来, 现在的她无任何话可说。 不过这玩意儿感觉没啥用啊, 所以我准备用她给赤童打造一根长矛去。 宋书航挥了挥半截长枪, 如果她是刀的模样的话, 说不定我还能凑合这用用的。 按照上次对这枪使用的鉴定密法提示, 这枪只要正确地引导, 就能使用一次因果之力, 老逆天了。 宋书航话音刚落, 她手中的半截长枪就开始变化起来, 半截长枪融化开来, 化为铁水, 自动演变起来。 她从枪的模样拉短拉粗,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柄鬼头刀的模样。 这不是如你所愿的大刀吗? 赤童剑语调轻快, 这刀挺霸气的, 很符合你的话风。 前辈,求别嘲讽, 一会出去至少三发养刀术薄底好吗? 宋书航心下尴尬, 赤童剑前辈文言马上语气一变。 我们开始学习因果刀吧, 别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 说吧, 她开始为宋书航介绍起 自己模仿出来的因果刀矿架。 和因果枪不同, 我将因果枪的攻击方式改变成了销, 将所有的因销取, 砍出无法抵挡的一刀。 放轻松, 人间合一状态下, 我来引导你施展因果刀。 不对了, 你将这柄鬼头刀扛到背上, 应该可以提升你学习因果刀的效率和领悟, 毕竟是正版的因果枪原形, 自带因果之力的。 赤肖剑前辈道, 宋书航将鬼头刀扛到背上, 随后他全然放松, 右手握住赤肖剑。 在人间合一的状态下, 赤肖剑引导着宋书航的身体, 缓缓向前递出一剑。 因为是教学模式, 他将出剑速度放缓到极致, 方便送出行学习掌握。 你现在刚从牧师因果线的状态中退出, 又背负着这柄因果枪, 正是最适合学习因果刀的状态。 赤肖剑前辈一剑递出后, 剑身微微停顿, 就仿佛斩在了无形之物之上。 随后, 剑身转刺为削, 一剑削下, 剑招递出的同时, 宋书航体内的灵力自主按一定的轨迹运转, 隐隐间又仿佛牵动了因果。 怎么样, 学会了吗? 赤肖剑前辈再次出声, 宋书航一脸懵逼。 前辈, 我没有看到因果啊, 没看到被削掉的因啊。 废话, 这个意识空间中又没有敌人, 哪来的因给你削? 你现在就先掌握这套刀法, 学会了后, 出去再用它销人便是了。 赤肖剑前辈出声道, 宋书航恍然大悟。 再来一遍, 人剑合一的时间有限, 你再细细体悟这一招。 赤肖剑前辈再次进入教学模式, 在他的引导下, 宋书航的身体再次开始缓缓低一剑, 修炼这招因果刀。 妙啊, 就是这种感觉, 修炼刀法都不用我自己动手, 就像是挂机刷技能熟练度一样, 只要放轻松, 技能熟练值就不断地上涨, 是爽啊。 宋书航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么一个想法, 最近宋书航比较迷这种轻松的修炼法。 等下, 我现在和赤肖剑前辈在人刀合一状难, 我的念头会不会被他感应到呢? 理论上来说, 人刀合一时, 他和赤肖剑前辈是一体的, 念头可能也会共通。 不妙, 这样的话, 他会不会生气呢? 宋书航微微观察了下手中的赤肖剑前辈, 前辈在很认真地引导他修炼因果刀, 似乎并没有生气的样子, 宋书航暗暗松了口气, 随后他尽量收敛心神, 全心全意地领悟这招因果刀。 此时九州一号群中, 五品大妖豆豆道, 他罢宋, 书航, 今天上线了没啊? 北河散人道, 看样子, 书航小友今天依旧没上线呢, 豆豆你再试着召唤下白钱辈看看, 看看他们从那个小世界里出来了没有。 五品大妖豆豆道, 哎他啊, 白仙辈? 依旧没反应。 逼了喵了, 书航和白仙辈在那个小世界中好长时间了吧, 到底是怎么样的小世界, 这么吸引人, 让他们迟迟舍不得出来呢? 豆豆觉得心塞, 灭凤公子道, 豆豆你这只傻狗去吃屎啊, 我是天脚崖边的小白鹤道, 白仙辈和宋书航是两个人一起去的那个小世界的吗? 五品大妖豆豆道, 啊, 是的, 远在西方的白鹤真军, 按在键盘的双手, 微微有些僵硬, 立志仙子道, 豆豆, 你的腰单还没有恢复啊? 是啊, 所以我才想要上线, 看看书航最近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呢? 一说起这个, 豆豆就是一阵心塞, 这几天, 他的腰单上, 那个和宋书航友情的头像印记一直在发热, 滚烫滚烫的, 这让他一直感觉自己的腹部热热的, 连睡觉都睡不安稳, 另外, 腹部不时传来的温热感, 总会让他回忆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割秀仙子, 也就是宇柔子道。 啊, 终有时间上线了。 这几天, 从他的灵鬼那里不断地有感悟和灵力反馈过来, 令他的境界稳步提升, 他只好闭关了几天, 今天才抽空上线。 诶, 宇柔子你的道号又开始轮换了, 灵涅尊者出关了吗? 豆豆询问。 割秀仙子宇柔子道。 靠人不如靠己, 这是我自己取的新道号, 握全表情。 对了, 我刚翻那下聊天记录, 或许我知道, 豆豆你的腰单头像发烫的原因, 因为宋前辈的钢铁花生被天地抓走了。 豆豆发出了三个感叹号, 豆豆心中突然涌上了一种不安之感。 第1608集 割秀仙子宇柔子猜测着原因。 豆豆, 你腰单上那个有金印记, 应该是和宋前辈的钢铁花生联系在一起, 现在宋前辈的钢铁花生被抓走了, 你腰单上的印记发烫, 估计和这件事有关。 毕竟, 天地正用宋书航的钢铁花生做实验, 北河散人后期提问。 宇柔子是从哪知道这消息的? 嗯, 因为我这几天竞技都在突飞猛进, 今天出关时就凝蓄了第八根仙谷。 宇柔子回复, 明月几时有发言, 这事和情报来源有关系吗? 北河散人关注到了另一点, 发了个目瞪口呆表情的。 等一下, 宇柔子, 你凝聚八根仙谷了! 四品境界要凝聚金丹, 就要先凝聚九大仙谷, 宇柔子这已经是第八谷了? 嗯, 对啊, 我感觉再过三天左右, 我就能凝聚第九根仙谷。 宇柔子回复, 狂刀三浪突然插换。 我明白了, 宇柔子你是不是姓宋, 你全名是不是宋宇柔子! 宇柔子发出三个问号, 黄山星好累好想退休上线呢。 宇柔子, 你的状态没问题吧? 修士的境界, 正常而言都是稳步上涨的。 宇柔子前段时间才刚晋升四品, 现在却突然要凝聚最后一根仙谷了? 这进棋的速度有点不正常啊! 黄山妈妈又开始担心起来。 黄山前辈放心, 我觉得自己完全没问题。 宇柔子回复的。 话说, 宇柔子你晋级的事和情报来源有什么关系吗? 雪狼洞主问出了心中疑惑, 感觉这问题刚才是不是有道有问题过呢? 诶, 我没有在群里提起过吗? 前段时间, 我的灵鬼被天地强夺占据了, 然后这几天, 我从天地那里, 源源不断地有境界领悟和灵力反馈过来, 所以我这几天闭关的时候, 境界就飞速提升起来了。 宇柔子解释起来。 另外前些时间, 宇柔子正好刚吃完食仙宴, 体内还封印存储了大量的备用能量, 他这次闭关凝去仙谷时, 身体也能撑得住消耗。 狂刀三浪再次插话, 宇柔子, 你果然是姓宋的对不对? 你这升级的套路和舒航小友简直是如出一辙。 北河散然发出了六个点, 黄山星后雷好想退休发言。 宇柔子, 你现在在灵蝶岛吗? 是啊, 和蝶蝶约好了, 要待在岛上稳定境界, 再加上最近也没地方可去, 宋前辈他们去小狮仙也不带我。 宇柔子回复, 黄山星后雷好想退休, 继续输入。 我去找你, 总感觉有点不放心。 灵蝶尊者和黄山尊者的关系极好, 宇柔子这种不正常的进阶速度, 让黄山尊者想起了前些天暴体的送书行。 他有些担心宇柔子的状态。 好呀, 我在岛上等黄山前辈。 另外, 我刚炒了一批心灵卖必茶, 到时候, 黄山前辈您来品尝一下, 我炒茶的技术有没有进步。 宇柔子开心回复, 黄山星好累好想退休, 答应下来。 撑, 我最迟明早抵达。 五品大妖逗逗发了个语音。 黄山大傻, 我也要去。 快快在笼子里待着, 这次说好了关你一个月禁闭, 我绝对不会心软的。 黄山前辈回复, 逗逗发出了六个点。 黄山大傻这次是铁了心的要关他禁闭, 既然如此, 那只有等黄山大傻出门后, 他才悄悄地爱他荔枝仙子, 请他帮忙放自己出来了。 割秀仙子宇柔子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 上回宋前辈在县时给我发了一个二维码图案, 说用精神力扫一下, 就能加他好友, 可以远程通话。 我试了一次, 没有反应。 逗逗, 你们要不要试试, 说不定可以直接和宋前辈联系。 发言完毕, 他将宋书航之前发送给他的那个二维码金单构图的照片, 发送到了九州一号群中。 片刻后, 狂刀三浪率先发言。 我刚才手机扫了下, 手机就黑屏了, 我只好换电脑上线。 语柔子, 你确定这不是病毒吗? 不要用手机扫呀, 得用精神力。 语柔子强调。 话说, 这什么东西啊? 逗逗觉得好奇, 语柔子解释。 宋前辈之前说过, 这是他的一枚小心单构图, 用精神力覆盖他后, 说不定就能加他好友。 不过,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加他好友的, 我就失败了。 群里的前辈们可以试试。 北河散人中肯评价, 阿维玛金单构图, 很符合现代年轻人的思维啊。 荒山兴好累好想退休, 发出了六个点。 说不定, 这是种不错的金单构图法子, 可以列入研究项目。 七生父福主也觉得很感兴趣, 逗逗觉得新奇。 嘿, 我先扫描试试。 他先将这张二维码图片放大, 然后他用自己的精神力, 对着图片扫描了一遍, 又片刻后。 不行啊, 没有任何的提示,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啊。 逗逗有些失望, 狂刀三浪跟上。 我也试了一遍, 并没有效果。 钥匙严谨一概地发了个失败, 通玄大师发了个摇头表情, 灭凤公子跟上队形。 失败加一, 荔枝仙子发出了六个点, 仙子回复的话风与众不同, 造化法王注意到了这个不寻常。 李之仙子出提示了。 李之仙子又发出了六个点, 他刚才也好奇地用精神力 覆盖住这个二维码扫了一下, 紧接着他耳边就响起了一个 低的提示声, 然后有一个提示框出现在他眼前。 是否加送出行为好友, 划线, 金属, 是, 或否。 好友被划掉是什么意思啊? 亲属又是几个意思呢? 李之仙子刷成功了。 北河散人刚才刷了一遍, 同样毫无收获。 李之仙子叹了口气, 在群里发言。 那弹出了一个提示框, 那我要不要加宋舒航小友为好友? 逗逗眼睛一亮。 诶, 那李之仙子加个试试, 然后问问舒航的傻蛋什么时候从小世界中出来啊? 李之仙子抬头望天, 半赏后, 他最终还是伸手点向了适的选项。 九州一号群中, 除了李之仙子外, 其他人试着刷二维码全部失败, 没有任何的反应。 宇柔子说出了大家的疑问。 奇怪, 为什么只有李之仙子成功了? 我们和李之仙子之仙有什么区别吗? 这么好玩的事情, 他却无法参与其中, 好捉急啊。 境界问题吗? 性别问题? 狂刀三浪抢先猜测。 境界的话, 群里和李之仙子同样六品境界的成员数量也不少, 性别肯定不是问题, 应该是有什么隐藏选项。 李之仙子, 你既然加了舒航小友好友关系, 那你直接问问他状况。 北河散人也分析起来。 我点了加好友的选项, 但宋舒航那边还没有反应。 李之仙子回复。 正说话间, 李之仙子眼前突然又弹出了一条提示。 宋舒航已经和你加为好友关系, 并附带一条消息。 王天, 李之仙姐姐你是怎么能夹到我的? 李之仙子又点了点这提示框。 我要怎么回复宋舒航? 回复功能在哪儿? 远在赤龙洞的宋舒航, 本来正和赤肖剑前辈修炼因果刀, 而刚才在他挥出赤肖剑的瞬间忽然心有所感。 隐约间, 手中的赤肖剑仿佛缠住了一道因果。 紧接着, 李之仙子加他好友的提示突然弹出。 宋舒航被吓了一跳, 他没和荔枝仙子接触, 怎么突然弹出这个选项呢? 双方间加了好友, 但具体上要怎么进行远程通话, 宋舒航还没有研究出来, 所以他只能在确认好友提示的同时, 附带一个念头烧过去。 记得自己上回在天结世界中时, 那位自称胖球的龙洛意志每次向他发送消息时, 也都是用这种附带流言的功能。 自己的二维码金单构图还要升级, 增加远程通话之类的功能才行啊。 正当宋舒航思索之时, 又有一条提示弹出。 成灵仙子通过好友克隆功能, 添加你为王位继承人。 一时间, 宋舒航震惊得全身僵硬。 第1609集 这个时候, 宋舒航马上又想起了某位张姓妈妈的名言, 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啊。 一边说自己已经凉透了, 连成灵这个道号都要由我来继承了, 一边又三天两头的花式蹦出, 通过各种渠道显示自身的存在感。 我现在又是还相信你凉了这种事, 我就是傻闲鱼。 而且, 这好有克隆功能又是个什么鬼东西啊, 网位继承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成灵仙子还有网位这种东西吗? 她虽然是摇池女帝, 但远古天庭都已经凉了, 摇池秘境也成为了白贤卫的收藏品, 她还从哪里整个网位出来啊? 可惜了, 现在她的二维码金单构图没有通话功能, 否则她一定要写一篇八万字以上的吐槽文章发送给成灵仙子。 等我回头有空, 一定要尽快将通话功能板块开启啊。 正当宋舒航思索之际, 赤霄剑前辈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书航, 你刚才又干什么了? 宋舒航满心疑惑, 前辈, 我什么都没干啊, 我在好好地配合您练剑, 不不, 是练因果刀啊, 然后刚才可能稍稍走神了一下。 难道赤霄剑前辈在生气我练刀走神吗? 宋舒航诚恳地道歉, 对不起啊, 赤霄剑前辈, 我刚才走神了。 赤霄剑不太相信他的说法。 不是走神这么简单吧, 你刚才是不是又远程怼了那位大佬了? 没有啊, 宋舒航立刻否认, 刚才他真的没有隔空怼大佬啊。 那你刚才缠住的因果线是谁的? 你刚才施展因果刀的时候, 我明显可以感应到自己的剑身缠住了因果线, 要不是我及时刹车, 你刚才就一剑削下去了。 赤霄剑反问, 宋舒航闻言顿时眼睛一亮。 难道是这个? 赤霄剑立刻惊讶起来, 你真怼了? 你这是一秒不怼大佬就不舒服吗? 不, 不是的, 刚才我也感应到自己缠住了一道因果, 同一刹那, 荔枝仙子突然加我为好友, 就是通过金灯二维码加我的那种嘛。 但是, 荔枝仙子既没有加入龙洛, 也没有加入功德网络, 为什么他能加我为好友呢? 我刚才一直走神, 就是因为在思考这个问题呢。 宋舒航出言解释, 会不会是他刚才正好缠住了和荔枝仙子有关的因果, 然后就引导着他加了自己好友呢? 又或者, 荔枝仙子和两位白前辈一样拥有着特殊线路, 不必通过功德网络或笼络, 只要线路切换就可以加他为好友呢? 但是, 这里又有个问题, 他又没有将金灯二维码构图发给荔枝仙子啊? 这个时候要是有通话功能多好, 他就可以发信息直接询问荔枝仙子和成林。 诶, 对了, 志消剑前辈, 不如我们试试。 宋舒航突然有了个主意, 志消剑微微质疑, 哦, 是什么? 宋舒航嘿嘿一笑, 我将二维码金灯构图投影出来, 然后志消剑前辈你用精神力扫描一下。 我不是已经扫过了吗? 志消剑不解, 宋舒航对他解释, 我还没说完呢, 志消剑前辈你在扫描的时候, 我施展因果刀缠住和志消剑前辈有关的因果, 看看能不能成功将前辈加为好友啊。 好吧, 就当是实践一下你对因果刀的掌握程度。 志消剑答应了下来, 宋舒航先将二维码金灯构图投影出来, 随后他手握赤消剑施展因果刀, 因为他和赤消剑正处于人刀合一状态, 所以施展因果刀的时候, 他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和赤消剑之间的因果。 缠住因果, 但不要去削。 赤消剑提醒, 宋舒航点头, 放心吧前辈, 相信我的刀法天赋。 如果是枪术或剑术的话, 他没有多大自信, 但刀法方面, 他学起来特别快, 施展刀法时会有如臂食指之感。 我已经开始扫描了, 赤消剑再次出声, 同一时间, 宋舒航递出一剑, 施展因果刀刀法。 刀势凝而不发, 赤消剑的剑身轻轻一卷, 缠住他和赤消剑间的因果。 就是现在, 赤消剑前辈。 宋舒航道, 赤消剑的精神力, 再次将宋舒航的二维码构图覆盖。 滴, 无法添加宋舒航为好友, 请升级。 赤消剑正想退出时, 系统提示突然切换, 线路切换, 切换到因果网络。 因果网络? 除了功德网络隆络之外, 还有个因果网络? 赤消剑疑惑出声, 宋舒航按觉得意。 看样子我猜测得没错, 那赤消剑前辈选择切换网络, 上回白前辈加务时也是这样, 切换了网络后就能加务为好友了。 没有选项, 直接就开始切换了。 赤消剑停顿了片刻, 才继续出声, 此时又一条新的提示出现在赤消剑的眼前。 切换因果网络成功, 尝试添加宋舒航为好友, 添加失败, 请进驻英国网络或进行升级。 呸, 又升级! 赤消剑前辈怒了, 宋舒航挑了挑眉, 前辈又失败了? 提示我进驻英国网络或升级。 赤消剑收敛自己的精神, 他感觉自己和宋舒航之间缘分已尽。 宋舒航猜测起来, 敬驻英国网络, 也就是说, 虽然连上了英国网, 线路连通了, 但账号还没有开通, 需要付网费的意思咯。 赤消剑暗自琢磨起来。 你这一翻译, 虽然感觉一下子清晰明了了许多, 但总感觉, 又哪里不对劲呢? 这么说的话, 丽芝姐姐果然也不简单, 她可能还是英国网络的VIP客户呢。 宋舒航继续着思路, 赤消剑暗自盘算。 最近果然, 大家都流行加入各种奇怪的网络嘛, 我回头要不要让赤消子 也给我办了一个网络VIP账号呢? 眼见再次添加好友失败, 宋舒航尝试转移话题。 算了, 这事先放到一边, 赤消剑前辈, 我们再熟悉一遍英国刀破。 人间合一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得解除状态, 让你的身体休息一会儿, 否则会得不成失的。 赤消剑提出建议, 宋舒航微微点头, 随后解除了 和赤消剑之间的人刀合一状态。 另一边, 九州一号群中, 因为荔枝仙子成功 加了宋舒航好友, 群里的成员顿时产生了兴趣, 开始研究起这张 二维码金单构图来。 只要有人加好友成功, 就代表着这张 二维码图案是有效的。 接下来, 只需要复制荔枝仙子成功的经过, 应该就能重新 和宋舒航连接上 加它为好友。 九州一号群中 有好几位道友 都对研究这种 新奇事物感兴趣。 闭关修炼的时间 总是过得特别快, 转眼又是两天时间过去, 宋舒航已经进入了 闭关的第七天。 宋舒航用了两天时间 来巩固自己的境界, 新典经的三颗琉璃金单 加之前两颗琉璃金单的状态 全部稳定下来。 当然, 在这期间, 他也会和赤霄剑 进入人刀合一的状态, 修炼因果刀。 还有二十三天, 你得加快动作了。 赤霄剑出言提醒, 宋舒航点头。 嗯,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见赤童吧。 如果从他那里 能得到圣人构图点睛的奇迹, 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不行的话, 我只有另想他法。 时间太紧迫, 他不能将点睛奇迹 全堵在赤童的身上, 鸡蛋不要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宋舒航说罢, 原神出窍, 赤霄剑的剑灵浮现 护着宋舒航的原神。 而这时, 身后的造化仙子 突然也起身, 跟着飞盾出来 伴随宋舒航左右。 造化仙子也要来吗? 宋舒航好奇打量着他。 造化仙子开口轻唱。 我闷了闷了, 我累了累了。 好吧, 我明白了, 仙子跟着我们, 别跑丢了。 宋舒航原神笑道。 随后, 原神剑灵造化仙子 盾出赤龙洞, 朝着赤童所在的 龙血族城堡位置盾去。 今天的黑龙世界外界 雾气很大, 原神在飞盾的时候 放眼望去, 只见白茫茫一片。 若非宋舒航锁定着赤童的坐标, 在这么白茫茫一片的雾气中飞盾, 说不定还得迷路。 话说, 以前没导航的时候, 四品修士在空中 长距离遇见飞行时, 会不会迷路啊? 宋舒航出声问道, 毕竟, 四品修士的精神力 还没有凝去为神石, 精神力覆盖的范围并不大。 一般情况下, 以前四品修士长途遇见飞行时, 会用法术先定好坐标, 定坐标的方式 参考飞剑传输方式。 另外, 在导航没出来前, 修真剑以前流行过 简化山河图之类的法宝, 也能起到导航的效果。 当然, 有些路痴属性较强的修士, 在没定位, 没法器辅助的情况下, 在高空乱逛的时候, 迷路的也不少。 赤肖剑前辈回复, 小半天时间后, 宋舒航造化仙子, 赤肖剑前辈在那个熟悉的 城堡草坪上空处停下。 草坪上, 赤童正一板一眼地练习着 刚手基础拳法, 白前辈的学霸系统, 看样子效果相当不错。 赤童的拳法施展起来 是已经很流畅, 没有上回那种 网络不好卡顿的感觉。 这少年就是有一股坚韧的性子, 在修炼方面 勤奋到让人心疼。 宋舒航满意地点头, 胜感欣慰。 赤童在打完一套拳法之后, 停顿下来, 掏出一只应该是 魔法药剂的东西, 一口喝下。 这是增强自身气血的药剂, 效果应该和脆体液 气血丹类似。 接着, 赤童再次摆开拳法招式, 同时他口中 成鹤标准的中文发音 拳法口诀。 天地间的灵力 被赤童牵引, 缠绕在他的双拳之上。 赤童深呼吸, 开始施展拳法。 两招过后, 赤童突然停顿下来, 张口一口鲜血喷出。 宋舒航目瞪口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唉, 营养跟不上, 赤童见前辈缓缓道。 第1610集 营养跟不上? 宋舒航望向赤童 之前喝的魔法药剂, 此时, 赤童在喷完血后 脸色惨白地坐在地上。 他缓缓掏出手帕, 开始擦拭自己嘴边的鲜血。 看他这熟练的模样, 这小子不会已经喷血 很多次了吧? 宋舒航不由脑补了 赤童不断修炼, 吐血, 修炼再吐血的循环画面。 这小子刻骨勤劳的程度 真的让人心酸呢。 宋舒航轻轻叹了口气, 从空中缓缓降落, 来到赤童的身边。 他没有马上显出身形, 而是先伸手捏住那只魔法药剂的管子, 对里面的药剂施展了一发鉴定秘法。 远在赤龙洞的宋舒航分身, 浑身微微颤抖, 用鲜血刷卡支付代价。 黑龙世界龙血部落魔法药剂, 龙兽药剂, 增强服用者体质, 平稳情绪, 并拥有激活龙血血脉之效。 这是和脆体液, 气血丹相类似的药剂, 而且还有着激活龙血部落血脉力量的效果。 按理说, 就算这药剂不足以代替修饰的脆体液和气血丹, 也不至于让赤童修炼到吐血的程度吧。 为什么会营养跟不上啊? 宋舒航好奇地望向虚弱的赤童。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看着小子吐血的姿势, 推断出他是营养跟不上, 强烈修饰的基础权法导致身体受损。 赤肖剑前辈剑柄微晃。 可能是他根本无法吸收魔法妖机。 先给他治疗一下吧。 宋舒航献出身形来到赤童的身边。 诶, 先生你来了? 赤童看到宋舒航时, 开心地笑了起来。 宋舒航微笑点头, 转而对造化仙子道。 造化仙子, 接下来麻烦你了。 他现在是原神状态, 没穿33兽组合法器的套装, 无法使用治愈法术。 造化仙子显现, 伸手按在赤童的身上, 一个标准的儒家治愈法术落下。 脸色惨白的赤童, 缓缓恢复红润, 但也仅是如此而已。 造化仙子亲手施展的治愈术法, 达到的治愈效果却实不足一。 宋舒航见状, 再次伸手按在赤童身上施展鉴定秘法。 赤童, 九岁, 龙血族和人类的混血儿, 因为特殊体质, 对魔法药剂吸收效果极差, 因体质原因, 对治愈术接受程度极差。 宋舒航暗暗叹气, 还真如赤肖剑前辈所描述的, 赤童对魔法药剂的吸收程度极差, 对治愈法术的接受程度也极差。 开一局就是地狱级别的难度吗? 这还怎么愉快地玩耍了? 赤童, 接下来几天, 你修炼方面先缓一缓。 宋舒航想了想后提出建议, 赤童闻眼, 脸色大变。 先生, 我没关系的, 虽然偶尔会吐血, 但我感觉到我在变得强大, 这两天修炼下来, 我已经掌握了基础拳法的第一师, 我一定能将整套拳法修炼完成的。 他还以为宋舒航要劝他放弃修炼, 不禁惊慌起来。 不, 我不是让你放弃, 宋舒航柔和了声音。 你的身体对魔法药剂的吸收程度很差, 对治愈术的接受程度也很差, 再这样修炼下去, 你的身体会先一步承受不住崩溃的。 所以你必须放缓修炼, 我去为你寻找破解脂肪。 赤童听到这里, 稍稍松了口气。 但是先生, 每次吐血完毕后, 我只要坐着休息一会儿, 就能很快恢复, 所以, 我感觉没多大的问题。 而且, 每次吐血的时候, 他都感觉到莫名的怠感, 就仿佛要面临死亡一样。 那种再踏前一步就是死亡的感觉, 令他沉迷, 无法自拔。 正说话间, 宋舒航感应到赤童体内的虚弱质感退去, 身体飞快地恢复起来, 转眼间已经恢复如初。 赤童站了起来, 原地蹦了两下。 你看, 先生, 我现在的状态又变得没问题了。 难道这是什么特殊体质不成? 赤肖剑惊讶出声, 宋舒航也觉得惊讶。 我都鉴定了好几次, 根本没有鉴定出他有什么特殊体质啊。 先生, 我想趁机修炼一次基础拳法, 你看看我最近这两天练得如何了, 好吗? 赤童开心地问道。 宋舒航想了想后, 微微点头。 好, 但注意, 绝对不要逞强。 嗯, 是先生。 赤童答应着, 重新摆开架势, 口中默念基础拳法的口诀, 瘦弱的身体一板一眼地开始施展基础拳法。 随着拳法口诀, 天地间的灵力被引动, 缠绕于他的双拳上。 第一事, 第二事, 第三事。 第三事才打到一半, 赤童又忍不住喷血, 虚弱地跪倒在地。 他熟练地掏出手帕, 擦去嘴角的血迹, 然后赤童期盼地转过头来望向宋舒航。 他似乎想要从宋舒航口中得到称赞, 或者是对他拳法的指点和评价。 宋舒航有些愁愁, 我要怎么开口评价才比较好呢? 啪啪啪的, 这时宋舒航身后传来了鼓掌的声音。 小家伙, 你修炼得不错。 造化仙子的声音响起。 宋舒航惊讶地转过头来望向造化仙子。 造化仙子这句话不是用唱的方式说出来的。 诶, 难道是造化仙子的人隔壁? 造化仙子有两个不同的人隔。 人隔A状态的他就是现在的常态模式, 看起来就像是书卷美人。 而且不知为何, 人隔A状态的他不能完整地讲出一句话, 无法正常交流。 有什么想说的话, 只能用唱歌的方式唱出来。 而人隔B的造化仙子就如同出窍的利益剑, 充满着攻击性。 另外, 人隔B的造化仙子才是正常的儒家造化仙子, 学识渊博, 拥有着完整的造化仙子的记忆, 可能是结仙级的强者。 而且这人隔A和人隔B之间, 记忆并不共享。 人隔B状态的造化仙子, 无法得到另一个状态的造化仙子记忆。 宋书航望向身后, 果然, 造化仙子眉宇间充满着英气, 双眸如剑, 而且说话时口齿清晰, 果然是造化仙子B。 诶, 造化仙子你的这个人格怎么跑出来了? 宋书航好奇询问。 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刺激。 造化仙子回道, 宋书航猜测, 赤童的刺激吗? 嗯。 造化仙子轻轻点了点头。 人隔B的造化仙子, 果然一点都蒙不起来。 还是那只会唱着 Song Adai的造化仙子, 人隔A更蒙吗? 和阿锦分成仙子之间, 更能凑成戏样。 赤消剑前辈暗自点评起来, 造化仙子又轻声道。 太像极了, 老师的一位故人。 圣人的故人? 宋书航望向赤童, 这黑黑瘦瘦的少年 和圣人的哪位故人相似呢? 造化仙子解释起来。 不是外表, 而是在气息, 以及某种特殊的天赋上, 很相似。 气息, 以及特殊的天赋? 赤消剑忍不住出声了。 儒家圣人也有好友喜欢吃赤筒吗? 造化仙子没有作声, 心中暗道。 老师倒没有哪个好友喜欢吃赤筒, 喜欢吃赤筒的只有我。 天赋? 难道是渴望死亡方面吗? 云雀子前辈? 宋书航突然眼睛一亮。 他想起了那位蓝色长发的美丽仙子。 那是九州一号群里最作死的存在, 目前诸天万界作死界的巅峰, 玄女门云雀子前辈。 根据现在的种种线索来看, 云雀子前辈很可能是儒家圣人的初恋, 以及修行路上的引路人加老师。 九州一号群里藏龙卧虎啊。 是的, 不仅是那种对死亡的渴望, 还是他身上那种超乎寻常的私欲能力天赋, 都像喜了老师的故人, 那位蓝色长发的前辈。 造化仙子轻声道, 宋书航闻吟心中一动。 金丹构图曾经与远古绝畅的圣人之音 会引导着我的元神降临到这里, 遇上赤童。 恐怕不仅仅是我和黑童十三世的因果, 其中还可能和儒家圣人有关。 若震事真和儒家圣人有关, 那我点亮圣人之眼的契机, 或许会被限定在赤童身上。 不过, 虽然相似, 但他终归不是老师的故人。 造化仙子轻声道, 再怎么相似, 不是就是不是, 无法替代。 说话间, 他已经来到了赤童的身前。 小家伙, 你有渴望的东西吗? 造化仙子问道, 变得更强, 去寻找黑童哥哥。 赤童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另外, 我想了好几天, 我还是渴望着能死上一回。 虽然先生当时的幻境, 给我一种身灵其境的感觉, 但那不是我自己的死亡。 宋书航暗暗叹气, 哎, 这我啊, 没救了。 如你所愿, 小家伙, 不要后悔。 造化仙子说吧, 用灵力凝聚出一柄长剑, 动作利落地一剑捅入到赤童的胸口。 宋书航目瞪口呆, 赤消剑只来得及喊出, 我操! 一切太出乎两人的意料了, 而且, 造化仙子出手太果断了, 根本没给人反应的时间, 说捅就捅, 绝不废话。 赤童发出一声惨叫, 鲜血从他口中不断喷涌而出, 尤其胸口出的伤口中, 鲜血更是像被抽水机抽出一般, 如喷泉一样喷涌。 你的心愿已经得到了实现。 造化仙子冷静地抽回场, 尤其胸口中不断喷标, 赤童连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发出痛苦的叫声, 他的双眼黯淡下来, 这一天他真的体验到了死亡。 除了詞举个进行人手, 感谢观看